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香辣味的维和四孔鲤鱼 这样做出来的鲤鲤鲜香微辣 口味独特,做法还非常简单 今天去维和钓到了一条四孔鲤鱼 只有维和的鲤鱼是四个鼻孔 你知道为什么吗? 评论区打出来 把刚钓的鲤鱼去掉鱼鳞 去掉内脏清洗干净里面的鱼血黑膜 两面打上花刀伸至鱼骨 起锅烧水 加入葱姜、花椒、八角、一点料酒 水开下鲤鱼 煮至两分钟,加入一勺盐 盖上锅盖中小火煮八到十分钟 准备干辣椒用热水泡一下 炸熟的花生米压碎备用 现在调一个胶汁 碗中放入蒜末 蚝油一勺,味达美,酱油一勺 米醋一勺,白糖一勺 再放上一些胡椒粉 少许的香油搅拌均匀备用 煮好的鲤鱼 用漏勺打入鱼盘 浇上提前兑好的料汁 起锅烧油倒入泡好的辣椒 下入少许的白芝麻 放入压碎的花生米 把辣椒熬炸至金黄色 快速泼在浇好汁的鲤鱼上 撒一点香菜点缀一下 一道好吃 又独特的香辣鲤鱼做好了 关注我 菜品每天更新明天见 谢谢大家的关注